嗨,大家好,我是Jim 感謝你的觀看並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有香港女神之稱的葉子薇 說到葉子薇 她憑藉自己獨特的魅力洪極一時 成為許多人心中的女神 憑藉第一代波霸的稱號 洪遍省港澳 1991年 葉子薇更為自己一代乳房 在美國一家保險公司 購買200萬的保險 成為香港開埠以來 第一宗人體保險 事業發展的黃金階段 葉子薇認識了一位 離而大有一子的醫生男朋友 女食趙 兩人經過一次分手後 最終還是走在一起 二代入愛河的葉子薇 選擇逐漸淡出演藝界 因為男朋友與前妻有個兒子 所以兩人再沒有領結婚症 和生意玉女 兩人共同生活26年 直到2018年底 女醫生非美國的過程中 突然間心臟病去世 痛失戀癮的葉子薇 一直沒有公開露面 對於此事 亦不想多提 剛剛從超市走出來的葉子薇 被問及男朋友走後的心情 是否得到併服 她回答道 我現在一切都很好 就是這樣 人生無常 都沒辦法 都要面對現實 都要接受 據了解 女食照離世後 她生前的診所 由她前妻和兒子經營 說到此時 葉子薇清 自己和女食照的兒子 還有聯絡 但不想說太多 回顧兩人一直未婚 可大家一齊都26年了 女醫生離開後 痛失戀癮 回歸現實生活的葉子薇 獨自生活 如今沒有現妝 亦都沒有華麗的包裝 素顏見人 葉子薇選擇做回最真實的自己 過著平凡快樂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的話 感謝你的點贊並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觀眾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